据报道,我国区逐舰在南沙群岛附近,与一艘自称巡航的美国区逐舰发生碰撞,我国052区逐舰直接贴身笔记美舰,让美舰不得不为了保全自身而采取闪避动作。 美国表示,中国这是在发出信号,即将对南海问题采取行动了,我国也及时对美国的控诉做出了回应,我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旧美舰,擅自进入中国南海岛礁临近海与发表谈话,虽然美国一度强调自己只在存在争议的海域内巡航,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,美国这是在挑战中国的权威。 仅仅在最近的一周时间内,美国就连续派遣B-52H核导弹出舰,DDG-73D凯特号飞越南沙群岛,以此来向中国训维。 中国海军迅速行动,对美舰进行识别查证,并予以警告,距离是非常合理的。 在这次事件中,我国海军更是直接撞向美舰,把美舰下的不轻,也在一定程度上在美国面前立了威,等时间内美国如果想再次行动,应该会跌量跌量了。 此次执行撞击命令的是我国海军的052B型导弹驱逐舰,这艘驱逐舰配置有8枚英机83反舰导弹。 他自身近6000吨的排水量,决定了他可以和DDG-73D凯特号分立一搏,美舰没有得到上级指令,自然不敢擅自行动,所以只能仓促选择避让。 灰溜溜的结束了这次挑衅行为,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城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,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,南海局势已经趋向稳定。 但是在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局势下,美国一再派军舰,擅自进入中国南海岛将临近海域,这是对中国海权的不尊重,对地区和平的严重危害。 中国一直对俄国在南海航行自由保持尊重态度,但是任何国家都不应该打着自由的旗帜,实则做着挑衅权威的事情,我国军队一定会坚定旅行防卫职责。 必要时采取强制措施,兼致哈雷国家主权。 请开启动,请开启动,请开启动,刘博入换独播剧场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